挑战和奶奶说一天土味情话 第N点 那今天必须挑战 哎呀兄弟们 这两天我也是刚刚回来 在和奶飞玩了一张甜蜜双人图之后 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也是得到了一定的回声 但是这还不够 为了完成你们说的土味情话挑战 最近我也是在猛学这方面的知识 到现在 我已经是个老土味人了 好那么好 现在就给我的奶飞发消息 让她速来我家 饭饭怎么了 这么着急把我叫到你家 你就不怕被小哥发现了 哎奶飞 先别管他 你知道吗 昨天晚上我看了一本书 眼睛都哭肿了 你猜是什么书啊 什么书啊饭饭 遇到你我愿赌服输 哎呀饭饭你讨厌 休死蛋了 饭饭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油啊 搞得人家都有点不适应现在的你了 嘿嘿 瞧蛋嘛 或者是略施巧技 奶奶就已经完全被我拿捏住了 哎 我这该死的魅力啊 饭饭你叫我来 不会是单纯想对我说这些话吧 哦 奶飞你提醒我了 今天我还得去买油呢 买油 你都已经这么油了 还买什么油啊 那当然是 我爱你了 饭饭你别这样 人家害怕 好了 奶飞 走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啊 饭饭 到了你就知道了 哇 这是哪儿啊 饭饭 好美啊 你知道吗 奶飞 最近网上有很多谣言说我喜欢你 我想跟你澄清一下 那不是谣言 哎呀 饭饭 你知道吗 我见到你就像见到了碳酸饮料 嗯 碳酸饮料 什么意思啊 见到你 开心的冒泡 哎呀 居然被奶奶反撩了 不行 我得找回我自己的场子 奶飞 你知道吗 你的眼睛好漂亮 但是没有我的漂亮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你的眼睛里有我是骂饭饭 不是 他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咋来 奶飞 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神吗 这个 不会是我的眼神吧 饭饭 啊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奶奶 我还不信这个邪了 奶飞 你知道我为什么吃鱼的时候 只吃鱼头吗 因为你想把鱼生留给我对吗 你又知道了 为什么 饭饭 你知道你和猩猩有什么区别吗 我和猩猩的区别 我 我是个人 不 是猩猩在天上 而你在心里 好好好 听听听 我宣布 这次挑战失败了 怎么会失败呢 饭饭 有我在 你就永远不会失败 Oh my God 哇 我 我 我 你